好 主播姐 現在所在的地方是頭95 持續來看到東浦現在的狀況 可以看到許多部落的小朋友 正在大包小包拿著行囊 要返家的途中 要翻山越嶺 要爬這些大石塊 而且兩個怪手機具 正在其中在搶通道路 可以看到下方的寒洞 也非常的驚人 整個被掏空了 那目前雨勢還是很大 所以可以看到許多的泥流 還是持續的在衝刷當中 我們來問一下 那鄉長 我們目前搶通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目前頭九屬線到這邊 因為雨勢還是不斷 所以我們剛剛大概半個小時之前 又再發生大規模的土石流 所以在搶修的一個部分 會比較不容易 那現在因為這個 從上方大概一公里 攤方 兩個大攤方下來 水夾在土石下來 所以造成兩側 還有兩戶民宅都被蓋住了 那現在所有的土石都 蔓延到兩側的溫室以及稻田 那為了不要讓災情繼續擴大 那我們請施工單位把整個的 整個山溝再開一個 拗草讓土石能夠儘快能夠鮮洩出來 那不要造成更大的災害 那比較麻煩的就是可能 東埔地區可能要斷電 因為施工上的話 為了安全可能要斷電 那再來就是整個 東埔是我們夏季蔬菜的一個重要產區 那目前可能上百位的整個農民的 整個蔬菜沒有辦法運出來 那這個可能要請農民共體時間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再把這個道路安全之後 我們才會讓農民來 居民來進出 那浴窟這個時間點 可能車料可以進出 至少還要再兩天 還要再兩天 那請居民能夠再忍耐 可以聽到呢 鄉長講說呢 這裡至少還要兩天才能進行搶通 不過可以看到 記者現在在的地方非常的不穩 因為這邊除了有巨石塊之外 這個泥沙只要一踩進去 就是會有陷進去的狀況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的危險 那就像剛剛那個小朋友 要翻山越嶺一樣 所以如果居民呢 要回來拿東西 或者是要返家的話 一定要小心注意 以上現場有這些情況 主播